各位晚安 我是大晴 救命啊 好想睡覺喔 現在應該是凌晨的三點 對啦 凌晨的三點 然後今天是維修的前一天 就是再過幾個小時就要維修了 為什麼會這個時間開上來呢 因為這個東西要被回收啦 救命啊 我好想睡覺 而且我剛衝完等 好啦 那我們今天先處理這個東西 然後小閒聊一下 我們就不要拍太沉重的主題了 而且我朋友說我在很累累想睡覺的時候 聲音比較好聽 唉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反正我現在就是沒什麼難啦 我現在精神狀態不是很妙啊 我就喜歡睡覺 好啦 那我們先打開好了 OK 我已經拍過好幾片開這個東西了齁 然後 這個練功寶盒要到175等 才可以完全開到所有的東西 然後現在只有145 當然啦 我不會想要再早上前 把他練到175 然後我前一天有卡呆 對 好 沒關係 我們慢慢聊 還有49分鐘 讓他跑 那我們等一下再去海洞練個5等就好了 我們現在先處理這些東西吧 那等一下練功的時候順便就聊聊天啦 快速的把它開一開 天啊 怎麼那麼容易不中 好 這裡就先快速的跳步處理過吧 好啦 經過我層層的篩選 我真的快睡著了 就把那個仙境套也打開了 然後練功寶盒開到底 開到底就剩160的 那我們今天應該也是練不到160了啦 快死掉了 那武器 也只能用到 加9啦 這兩把 看看要怎麼用 才會打比較痛 我應該會 用避血加地牛去練 喔 快睡著還要練功 然後頭上的話 我最近買了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這個 20週年限定帽 它就是搭配頭下 它有增加經驗值10% 然後還有增加PADK還有SMADK 然後它功能很多啦 每加二加魔法攻擊跟一般攻擊 反正就是很通用啦 那我沒有點到加12 所以僱勇剪的不多 也要先一點就裝備上去 然後為了講求效率齁 穿一些晶片裝法 再來個玻璃墨鏡 還有無名鯉者漁夫的 加上大地爆炸的無情狩獵者 然後剛開的那個影子陷進套 也有增加很多的傷害 好啦 這些都是以前介紹過的東西啦 那我就用這套裝邊練邊聊吧 我真的快睡著了 喔不行我們還要去訓練場測一下傷害 我的天啊 橘色怎麼不可以晚一點再把那個巷子回收呢 啊去訓練場之前 我們先去把通關券 使用掉好了 走到南門外 可以點請經傳送 中央工 然後 加速術應該暫時用不到 因為他有送很多馬牌 重量零 好啦留著 那還是用加速術好了 加速術 那如果你們不知道這個券要怎麼用 你們就點右鍵 他有一個指引 好 跟著指引走 我真的要睡了 好累累 好啦 跟這個巴基利對話啦 因為這一隻我記得已經解完新火了 好 很拖齁 對 我們看16可不可以用 應該是 不用 好啦用一下 16 雖然解完 但是還是可以用 因為他的那個支線也會同時幫你解開 然後用17 17 我也不想解主線了啦 主線 主委有做影片 然後也有很多影片之類的 他不想解的就是 可以用這個券 如果沒有解活動的話 商城也有賣 可以直接解 那我就兩張都給他用下去 好 使用完了 那我這個主線任務就完全解完了 我這一隻就可以去買恩典 但是恩典要150等才能穿 沒關係 先去訓練場吧 好 來到了訓練場 我剛剛有偷打 所以他有減血 但是我沒有偷打很多 因為剛剛還沒有開這些裝備 那我們先用舊裝打一次吧 名字1.0 加上 紅魔鬼的避血杖 好 無力征服 魔法醒悟 避牛 看右邊看右邊 29萬 避血 53萬 因為他打水屬性 所以他傷害沒有那麼高 等下是要去換海 所以我是挑水屬性打 阿這個是地屬性的 可以看到邊 73萬 好 那我換一下仙境套 仙境套增傷蠻多的 他應該會 痛 好像沒有比較痛 這樣真的沒有比較痛 怎麼辦 痛一點點 OK 那 因為這個等級 我只能用到加9箱 這個東西 避牛應該會 比剛剛更痛 好像有更痛 剛剛二十幾 我已經有點 糊心糊心的 他避血應該是 比較不會 然後變27萬 半頭 沒關係 我們就是避血加地牛 去打那個 換你海東一樓 那連鎖電擊 還沒出來 就算了吧 終極念力呢 終極念力 所以等一下 且看且走 我們先解個前置吧 這邊解前置應該也是 快速跳過啦 我也不想要 安費大家時間了 想快點睡覺 畫怎麼那麼多 好啦 召喚海 一拉就有怪罪了 唱怎麼唱這麼慢 等一下等一下 怕不會戲咧 等一下是不是 先跟這個對話 等下慢慢來 好啦有點醒了啦 那就 就 吃個料理 中幾料理 香水 極限藥水 橘色牌 這一排 夠勒 機會就 冰茶 煙飾 加速 一般經驗值 吃這麼多了 夠了吧 閉血是解 怎麼還唱這麼慢 可以秒捏 可以秒就好 可以秒的話 那就 新大法 不會死 是 現在沒辦法悠閒的聊天 終極念力呢 哇 可以可以 先用終極念力打 打完在聊 我先認真一下齁 雷鳴術 好啦,地鐵能秒就用地鐵打啦 也不是每次都能秒的樣子 好,裝備還沒換 可以換那個王室狩獵星的卡片 好啦,那我們用避寫輕鬆的打 輕鬆的量 就是我這個系列啊 其實本來是要輕鬆的玩 但是 我覺得最近被這個系列壓的壓力有一點 有點大 我先認一下太大聲 就是我本來就會開咒術 然後去到處的玩 以前是法師啦 以前是 超魔導 然後到處的 可是隨著裝備的越來越進步 現在看到怪就秒 看到怪就秒 所以也沒辦法 開著法師到處 怎樣輕鬆的玩 會覺得很 浪費時間嗎 也不是耶 反正 時代在變嘛 裝備在變 然後玩法也在變 所以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 玩的比較有feel 那本來 這個系列就是 簡單玩 可是我發現這個系列給我壓力 超乎想像 這樣 這個系列上次還有在更 更的時候 就 哎唷唷唷 先飛行 所以這個系列上次還有在更新的時候有講 就不會再脫更了 結果最後還是脫更了 想一想也是 對你們蠻抱歉的啦 那也不是說要結束這個系列 那我近期可能會開始 練功 快速的練功把它練上去 然後再 走一些教學項 我本來這個系列是不打算 教學就是 這是一個輕鬆的系列 但是 現在好像就變成一個教學項 會比較 比較多 沒有想看 然後這隻教學加上一點 日常嗎 對日常 因為這隻咒術拍得很慢 進度很慢 已經兩年還三年 他還在145 應該很多觀眾知道 自己是蠻頭痛的 導致新的更新出來啊 像咒術試轉啊 或是之前出礦山武器啊 雙手杖LT啊等等 我都要額外再開我的 本尊咒術出來 然後再去拍那些東西 而不是我的這一隻 咦?有重力遠野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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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個沒死的 沒死了 我就用煙燈爆炸給他補槍 補刀不是補槍 補魔法 超怪 S型走位 地牛 架上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再一個地牛 舒服啦 你看像這樣就很好玩 結果練那麼久他沒有升級 這個唱很久嗎 欸還好 而且傷害不低捏 喔離體了不好意思 所以 我這個周數系列 我想要轉向的 這個就是 改成 半教學類的 就是改走一個 教學的路線 混合啦 不要說全教學 就是 混合教學路線 就例如到達一定的等級之後呢 我可以介紹一些 練功的配裝 可以介紹一些 這個區間可以用的武器之類的 其他時候看要玩還是怎樣 反正 就是改變一下取向 反正壓力太大 我會一直逃避他 逃避也不是辦法 而且他節奏太慢了 我之前是有 刻意放慢節奏 但 我有發現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就是節奏放很慢以後 哇 哇 等一下差點攤帶 噓 本來是加20料理沒了 我試一下 沒有死 聽到要死 不是你死就是我夢啊 我要死啊 我要死啊 算了算了 對啦 反正就是變成 偏教學類的啦 那RO出的東西應該也差不多了 就是 未來裝備只會越來越強 練功的話 大部分職業都已經可以練了 而且屬性 也優化了 那優化後 我打換台其實是蠻適的 火打水至少還有75%嘛 這個傷害很夠的 雖然經驗很少 跟那個歐哥系列可能差很多 對啊 帶來啥 咧咧咧 Cash 我是不是一直都沒有開效果 看看咒術的效果 是多么的㄃ㄌㄢㄢㄢㄧㄢ 這個好像也沒了 難怪我沒辦法瞄 哇 氣彩年紅棍了 真漂亮 想睡覺講這些感覺像在講夢話 不然後面提床就忘記了 不會啦 我覺得給我比較大的啟發是 歐哥系列吧 歐哥系列拍的時候啊 我就覺得很開心 雖然他是一天就拍成 蠻累的 但是撿的時候也很開心 反正都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咒術系列以後 可能會類似 歐哥系列那樣 雖然不是速成 就是會有比較多 跟觀眾分享的事情 對 147了 剩兩等了有沒有 帶他還有15分鐘 會不會150 感覺很難啊 因為已經進來15分鐘 我才剩2人 可是我要開私人來自己放經驗證 兩下一隻覺得 有點爛捏 沒關係啦 爛就爛 我就爛 哇 我還沒了 哇 好 好 好 我還沒了 好 再一次再一次 地牛加上毀滅灰星 舒服啦 喔 沒事了沒事了 我還可以飛回來撿尾刀 很棒 走位 走位 欸欸欸欸欸 差點差點差點 好啦 穩穩的打啦 升級 好 先給他回個任務 91% 沒賣捏 欸對耶 我的 等等等等 我的倉庫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 深淵精華 欸沒有 沒有就算了 唉唷爆走爆走 來來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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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一波倒走 爽啊 爽啊 在那裡地牛接彗星 那個只是 接好看著而已啦 唉唷 袋袋沒了 袋袋沒了 啊我的書也快沒了 好啦我去犯一下深淵精華 自己寄給自己 OK 喔 有喔 之前被那個 喜鹊詐騙的時候抽到很多 一堆怪 夭壽咧 繞過去繞過去 收信 對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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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對話 對話 硬 好我的經驗書 剛剛是在那個時間範圍內 喔 好72% 還沒升級 還沒升級 說要像趕快爬 齁 沒死定了 找你們 在哪裡 這一隻 這一隻 一隻 好了 那就 慢慢的把他練到升級了 沒有跟團 然後這樣練真的很傷水 然後效率又慢 雖然可以自己開啦 但是 我還是覺得如果只是休閒玩 不要自己開比較好 好啦我們總結一下吧 就是 我把這個系列從日常系列變成 教學探討 加日常系列 對 畢竟我的興趣還是配裝 配裝 練功 然後 看看熬的 一些 小彩蛋 然後 跟公會的朋友一起玩 等等 對啊 不要那麼限制住 不然之前把這個系列定位在 休閒 但有時候不想休閒的時候 然後又不能介紹配裝的時候 我就不會想要拍這個系列 會讓我有點失去動力 好 終於 可以睡覺了 好累累喔 好啦 那 各位晚安囉 我是大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們 很快 我們下次見